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可是为这场决战做足了准备 起料因为不明所有的剧本 不得不终止计划 能不想哭吗这个 而且还是在快打赢的时候 不想大哭也不行啊 所以植物子把一肚子的怨气都发泄到了帝身上 这就是正当报复 就是这样 空内计划 心内 转移后 直接用神器的镰刀砍向邪神帝 本来的话 想找最好时机 帅一登场 结果魔王那家伙 居然要发动千让 心机火燎冲了过来 二话没说对邪神帝 一通狂砍 不让人家有开口机会 任你有超速再生 不停砍你 让你来不及再生 边喊边暗暗哼起小曲 直到你哭出来为止 都不会停止狂砍 植物子最终兵器 大镰刀 就连丘烈中招 都要受不少损伤 植物子发了疯的狂砍 就连他自己都感觉吃人的玩意儿 别说再生 直接升天 但植物子就是不停手 这点程度 那个地怎么会倒下 植物子一边 怀着侥幸心理 最好能砍死对方 一边狂砍 阻止对方再生 直到这些结束为止 砍你到天荒地牢 然而突然背后传来声音 那什么 拜托可以了吧 植物子赶紧停手 被砍的面目全非的蝎神帝 突然一下消失了 虽然这里是蝎神帝的一空间 植物子还是有点物语 居然让他完全没有察觉 而且还动他内心 蝎神帝有点物语 真是的 居然能留到这里来 真是预料之外 这里好歹和那个世界的位相很远的 植物子一听 确实啊 转移是有点困难 但用山南君身上的分身为标记 总算成功转移 植物子暗暗给深点赞 不过毁了他精心计划大舞台 这一点不可原谅 植物子不解 话说位相差那么远 那罗老头怎么成功转移 协神回答 因为设计好的 从系统中输入转移来 把植物子吓得 你啊果然看不过心思 然后植物子宣布 行吧 就算你门过关了 怎么说也达到了 既定商案值 既然我没有指定 必须由谁达到我 乱入者的你 也有获得奖励的权利 协神帝一下没兴致了 取出椅子坐下了 植物子仔细一看 我去 那不是你打游戏用的电脑椅子 再看魔王一下眨眼了 爱豆 哎 刚才视死如归 准备转移牺牲 一下子不知咋整了 植物子心想 要不是他即日赶到 你魔王就要领便当啊 这姐姐不可原谅 可以收容正寝啊 你看你的女儿们 都在脚边申诉 老妈要死了 然后植物子看着人形词姐妹 心里大叫 喂 你们的皮套呢 皮套 这姑娘家怎么能一丝不挂乱跑呢 完了 一个不留意成变态了 贤神帝直接一个辛辣吐槽 最不正经的家伙 别给我装上神人 植物子一听 难道是生气了 贤神帝表示 没有生气 植物子确信 这次真生气了 协神还狡辩 都说没有生气了 植物子太不信 嗨嗨 生气了生气 贤神一句适可而止 植物子直接一个鬼叫 什么情况 中招了 都不知道中什么招 总之就中招了 就在贤物子教堂时 有人小心翼的招呼帝 阿诺 原来是丘烈 跟着蜘蛛子 一起转移到了这里 然后在蜘蛛子 狂砍贤神帝的时候 丘烈像个木头人一样 待在那里 丘烈一脸懵逼问 请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贤神帝反问 没听那边那个跟你说 蜘蛛子物语 啥叫那边那个 丘烈表示 是断断续续的 因为蜘蛛子不好好说 蜘蛛子那叫一个伤心 他拼命劝说 居然被说成断断续续 协神帝也没办法 只有从头给丘烈说明一遍 作为奖励 协神答应拯救世界 之如此 使劲暗暗吐槽地 三观不对劲 他们拼死拼糊 到底出不啥 丘烈也是脸茫然 协神表示 虽然最后截居然那什么 我已经很满足了 只见索菲亚和拉斯他们 都疲惫不堪 伤痕累累 山田军兵死状态 之如此也是彻底服了 事情能一下子进展 肯定都是败山田军的技能 给系统注入能量 让系统慢慢自然消失 技能和能力值也会慢慢消失 将影响一直到最小 丘烈一下可多感谢 协神又表示 仅由这个世界名义上 还是由她罩着 但她几乎不会来参与 让丘烈好好管理 然后万一发生什么情况 也不要指望她会帮助 因为她对这个世界已经满足了 不再有兴趣了 就是玩腻了吧 接下来就要靠丘烈自己 保护这个世界 协神提醒她 世界不是单靠某个神明 就能维持的 在那里的生物们 也会对星球造成影响 不管是好是坏 希望她不要忘记这点 叫黄烈性人类代表 联盟点头 最后 邪神宣布 世界任务通关了 天之声播报 世界任务通关 世界被拯救了 这也是最后一句 女神的播报声了 邪神向众人道别 明大桑 虽然估计不会再会了 多保重吧 说吧 在场除了 芝汝兹以外的全员 脚下都浮现了 转移魔术阵 芝汝兹还纳闷 为毛我久了没有啊 妈没关系 我可以自己转移 然后被邪神叫出 你要去哪里啊 你不是该在我这里 就是上岗的吗 芝汝兹杀眼了 杀 邪神祝贺他 恭喜你 你成为我的正人卷足了 嗨 拍照拍照 芝汝兹懵了 你什么时候说的 邪神一把抓住他的肩膀 我早说了呀 不会放进走的 这下完了 逃不了了 芝汝兹一下急了 慢点慢点 还没跟魔王寒薰道别呢 只见大火脚下的魔术阵 开始启动 魔王顿令一下说 爱豆小白 阿里盖洛 芝汝兹全力高喊回庆 我才要谢谢你 都最后一次 他就使劲挥手 魔王也不停挥手 然后转移发动 大火回到了那个世界 唯独芝汝一人 被留在那些人那里 芝汝兹这次反应过来 不对呀 这是哪门子白蛋 在那之后 魔王艾丽尔 带着眷族们消失在人前 据说和女神沙莉尔一起 静静度过了余生 而索菲亚也带着梅拉和瓦路德 消失在人前 在遥远的未来 相传在北方极寒之地 存在吸血鬼城堡的传说 鬼君拉斯 从此就不知音讯了 山田均回国后 辅助新国王 他的三哥治理王国 女性关系没有文献 成了谜团 圣女游里回国后 将神言教改建成新的 女神萨里尔教 成为初代教皇 热心传教 和父母娘山田妹妹 成了永远的闺蜜 奸情敌 而光龙飞一直追随主人山田 后来成了王国的守护圣兽 被摩拜 老子太子尤谷 后来不知去向 欧盖老师战后 召集各地被迫害的妖精侵吞者 在妖精乡 开创了新生妖精之理 海林斯回到了原来的生活 后来王国其实团长 老教皇回国后 因为伤势严重 与世长辞 教皇死那天 终生响彻 向世界宣告英雄之死 青梅竹马之后结婚 过起了小农生活 人者草间 成了女教皇 有理的摄氏工具人 我老头回到帝国 开始研究没有技能 如何还能使用魔法 对后世魔法文化 产生重大影响 老头的二徒弟 勇者尤里乌斯的 眼镜师妹 还是老样子 眼镜公爵巴鲁特 在见魔族 一生致力 人魔之间的和睦 而欧派军团长 则作为妻子 一生辅助巴鲁特 蜘蛛子的副将 菲尔米娜和帝氏君 一起消失踪影 据说在魔族岭 作为秘密结社 四处活跃 其他转生者 也过上了各自的人生 人形蜘蛛四姐妹 战后也不见了 之后过了无数年月 有传闻 在北方极寒的城堡 吸血鬼公主身边 有四名女仆释放 求脸善后 和魔王 女神她们 度过了短暂时光 之后便和幸存的古龙们 一起守护世界 暗龙雷色 偷偷融入人间 风龙修邦的话 相传时不时 会在空中出现 高速飞翔的龙 冰龙尼亚 相传在北方极寒城堡 有意贪睡的龙 光龙百库 貌似踏上 寻找新勇者之旅 之如子的宝宝 噩梦残渣们 构筑了独有的生态戏 军林称霸大迷宫庭典 作为种族 世代传宗接代 那么我们的主人公之如子呢 在一个美丽的庭院里 两个美女坐着享受下午茶 一个是仙人帝 另一个是女仆装扮的美女姐姐 之如子擅自称她为民土桑 估计这位也是超级厉害的神明 民土姐姐听说 帝拯救那个世界全貌后 吐槽帝真是闲得慌 怎么能把能量浪费在那种世界 太浪费了 在神明眼里 那个世界就是报废品一个 特别好事的才会去管 仙人帝表示还好了 因为他压根没有出多少能量 那是从哪里来的能量 帝回答 当然是抛弃星球跑路的真龙组大 震惊之如子的真相 丘利的元同胞都被抵杀光了 搞半天只是把他们抢走能量 物归原主 谁知帝怎么说 那帮龙成了蛮好的能量 原来帝把他们堕碎 炸成了能量 利用以上能量做成了系统 民土姐姐不解 那这次救世界又是哪来的能量 邪神姐说 系统本来就回收了大量能量 最后世界任务 路人堵上命运拼死一战 又追加好多能量 看来那场大战并不是没有意义 谁知民土姐姐说 还是不够了吧 利点头道 其实还有一个能量来源 在这个能量被提供之前 我给颠覆了 听完这话 民土姐姐目光转向蜘蛛子 蜘蛛子正穿着女服装 站在后面 原来蜘蛛子原本计划 把和丘利决战时产生能量 回收给系统 把丘利能量炸干到快死 保证所有人命又能拯救世界 蜘蛛子误语 原来计划早暴露了 其实他根本没打算杀死一半人类 主要怕女神想不开 搞出什么事情 导致计划爆汤 那还不气死的蜘蛛子 不是为人类和女神 而是为了魔王 蜘蛛子冒险拯救全人类 谁让咱是最喜爱男的呢 弟继续揭露 这家伙还准备顺便装死 名途不解 为啥呢 弟说 当然是为了从自己装逃走 蜘蛛子装死逃亡计划暴露 全身冒冷汗 蜘蛛子不惜自己弱化 都想逃出对夜首心 弟表示不可原谅 吓得蜘蛛子不惊 不老实的孩子 就要带上项圈拴着 名途姐姐怜悯目光 看向蜘蛛子 蜘蛛子心想 既然可怜咱 咋不救救 弟评价蜘蛛子 现在还是杂鱼毛虫级别的战力 肯定能很快成长为上尾神的实力 他早就考虑好了育成课程 准备好好锻炼蜘蛛子 蜘蛛子暗暗大叫眼眉呆 这下完了 以前都是自己地狱室练别人 这次轮到自己了 难道是英国 新人帝不允许它弱化 会影响育成进度 所以作为工资预付 垫付了不足能量 名途一下理解 这样啊 购买新玩具的支出啊 蜘蛛子这下无路可走 名途姐姐顺便问帝 话说我还不知道 这孩子具体来历 这孩子到底是个啥呀 蜘蛛子一听 你问我是啥 五日蜘蛛又怎样 麻吉卡666 最后的最后 完美回收标题 好了 蜘蛛子正片到此 就完结洒花了 谢谢大家长久陪伴 作者可能会出外传 目前不好说 当然别忘了 动画和漫画都还没完 届时我们再聊聊 蜘蛛女神那档的事 也欢迎继续支持 观看我们的其他精彩内容 您的支持 永远是我们最大动力 我们下期节目赛 感谢观看